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28日抵达日本 填补了今年5月里根号航母调度至中东留下的西太平洋无航母坐镇的空缺 目前在中国附近的日本冲绳海域集结的三艘战舰编队 包括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 美国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均搭载F-35隐形战机构成最强大的海军编队之一 最近几周中共海军一直在进行军演模拟入侵台湾 福布斯新闻报道 这三艘顶级战舰的集结是对中共发出警告 极弱入侵台湾则面临深远后果 其中卡尔文森号舰队是第一艘部署F-35C闪电2引擎战斗机 和海军CMV-22B鱼音运输机的战斗群 日本横须鹤港摄影师阿尔萨斯28日拍到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入港的画面 照片显示多架F-35C战机停在航母甲板 他写道舰载机密度惊人 大纪元时报报道 三艘航母及其护航舰的火力比大多数国家拥有的整个舰队都强 中共海军目前只部署了两艘航母 其大小和能力大概与伊丽莎白女王后类似 新唐人记者王愉鹤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